大家好,這一集我想跟輝哥去旅行 輝哥,你賣齊的行李箱嗎? 是啊,買了三個行李箱,準備走 哦,買了三個行李箱 那搭哪班機? 這班機是香港的,日本飛往香港 哦,OK,原歸正傳 輝哥,賣錶賣到驗了,現在賣行李箱是嗎? 是啊 哦,OK,那這三個行李箱又是什麼牌子? 是精工和一個美國品牌的 一個做行李箱出名的 叫做Zero Hallibutton Zero Hallibutton的行李箱 是啊 就一間美國牌子的行李箱 不過應該是被日本人收購了 是的 OK,這個系列就是精工和Zero Hallibutton的Crossover 是嗎? 好,我們現在來看看這個行李箱裡面 有什麼錶 好 打開來看看 還沒開,不好意思 好 好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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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這麼這一隻呢 嘩 這是一隻 黑色的 OK 那這個 那一個又是屬於什麼系列的呢? 這個是屬於Pisage的系列 哦,Pisage系列 這個,那這次的特色就是 是在這一個錶面上 那這個錶面呢,你會見到,它用了那些紋呢,是跟回它的行李箱的 嗯,是的,行李箱那個紋 那我給大家看清楚它那些,這隻錶的,錶面的紋都很特別 是的,那它其實有兩種紋,一個就是行李箱的紋 另外一種呢,就是這個Pisage的一個招牌的紋,花紋就是麻葉紋 是,ok,即是它用了兩種不同的風格在一塊面上 是的,因為它是Crossover版本,有這個Gip的紋 還有這個Pisage的很出名的麻葉紋 那它這隻還是一隻GMT來的? 是的,GMT,ok,那... 有Power Reserve,ok,扣底,可以看到這副機身 那限量生產呢? 如果是黑色的,就限量只有600隻 哦,這個,即是我現在手上的這隻 黑色就限量600隻 沒錯,那這隻是最少的 ok,那工價多少錢呢? 這隻是11,800定價 ok,11,800定價 那應該市面上都不是很多貨 這些限量版 尤其是黑色也是比較稀柔的 因為特別版 ok,那它這個尺寸是多少?43嗎? 有沒有43? 42mm 42mm ok,那另外兩隻又是怎樣的呢? 好啊 好,我們先把這隻放在這裡 好啊,接著是第二隻 好 好 好 怎樣?彤哥去不去旅行嗎? 這是不是一鵰在首世界通行嗎? 當然啦 嘩,這隻也挺帥仔 對了 一隻就是三針日力 嗯 全鋼的 這一個版本就會限量2000隻 哦,這隻限量2000隻 這個 這塊面的紋看得更加清楚 對 很清楚 對 黑鋼的比較特別 嗯 還有它這支針也做得很漂亮 對 錶面都是用兩種紋的 一個就是賣葉紋 一個就是Hallybutton的皮行李箱的標紋 一個紋理 嗯 OK 那這隻又是多少錢呢? 是不是也是一樣價錢呢? 噢 這隻會便宜一點的 嗯 1580 噢,8580 對 因為這隻 剛才那隻是GMT 那貴一點的 是的 這隻就三針日力 是的 那 size 應該都小一點 是的,小一點 嗯 OK 小一個mm 嗯 好 那第三隻 在行李箱裏面開出來的又是什麼版本呢? 好 然後我又來了 好 再給大家看 好 噔噔噔噔噔 哇 又是一隻 這隻 白色面的 這隻又是GMT 是的 即是跟第一隻一樣 對 不過表面的顏色就不一樣了 是的 還有這隻是全鋼帶 這隻是黑鋼帶 沒錯 OK 那這隻 這隻又是 這個價錢是不是跟那隻一樣呢? 是同黑色的 是11800 OK 那限量多少隻呢? 都是2000隻 OK 是 2000隻 2000隻Limited Edition 透底 可以看到 副機心 還有呢 會標底 Zero Hallibutton 是的 是一個Crossover版本 嗯 OK 那這隻的工價 是11800 噢 11800 OK 那這三隻 這三隻 和Zero Hallibutton Crossover的精工 那這三隻的實物 都在大上海中標珠寶 那 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下來 大上海 看看實物的 OK 那這集就介紹到這裏 多謝大家 拜拜 拜拜